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,沈志悦堪称代理之后的第二代谍王。 台湾方面对他的描述是,前若共产党内部多年,受代理派遣,赴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,大陆方面则称他叛徒。 晚年他到大陆治病,被中共高层当贵宾接待,以至于有关他事双料间谍的传闻一度甚嚣尘上。 沈志悦,有蓝色零零气之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。 好开政治立场固谈,此人一生有太多可以拍成电影的桥段,堪称传奇。 1938年,沈志悦进入延安,第二年入党,被认为很出色,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,这边还一直称他为叛徒。 直到国民党乌军总讲,长期服务于军统局的沈罪一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,沈志悦的身份才暴露, 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,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。 从这个任务来说,沈显然是失败的,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,自己这一点看,这个特务还是相当厉害。 沈志悦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? 他使用幻名审辉,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,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而且还是优秀学员。 台湾有说法讲,沈志悦是罗瑞卿的德义门徒,因为罗瑞卿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。 实际上现有文献中,并无罗瑞卿,对沈志悦如何器重的记录,倒是当时另一个中央领导,对沈志悦印象很好,这个人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。 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校长的一面,表扬沈志悦,认为他任了认怨,艰苦朴素,使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。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来作用,沈志悦在抗大入党,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首发工作。 这段经历对国民党方面神话,称沈志悦当时做到了毛泽东的秘书。 这种说法书不可信,因为一来毛泽东的秘书史有名载,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史料,都没有沈志悦的名字, 而来当时保留下来的中央机关人员照片上,也没有找到沈志悦的影子。 事实上,沈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,在途中金蝉拖墙,曾用幻名李国栋到汉中与军统伴讲陈牧里会面,是在1939年秋。 所以,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很短,也是无缘深入的。 1963年沈志悦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,对大陆进行洗扰、情报活动,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。 由于消息泄露未能得逞,时任公安部长文芳披露,当时曾有机会,通过澳门警方申请沈志悦回大陆,但最终没有这样做。 直到蒋经国去世,沈志悦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以众的特务系统元老。